杨子终于有新剧播出了,不是余生,而是有可能拿奖的她。 文章由有才情的女子原创,严禁转载,亲权必究,全网搜索,无处藏身。 杨子自从凭借湘蜜和亲爱的热爱的火了之后,其实就一直没有好好休息,一直都是马不停蹄的拍戏当中,跟迪丽热巴真的是有的一拼,其实在90后女星当中,也就杨子跟迪丽热巴的人气比较能打了,相较于演技还是杨子更胜一筹,只不过迪丽热巴还是胜在人美身材好,人气也稍有优势。 而杨子胜在口碑好,演技佳,性格也不错,所以两人各有千秋。 但是总感觉杨子跟迪丽热巴还是有明显的区别。 迪丽热巴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大女主剧,像什么漂亮的李慧珍和《三生三世诊》上书都是有缺陷的,一部没有口碑,一部是网剧,都称不上是合格的大女主剧。 而杨子则不同了。 但是总感觉杨子近一两年的运气不是特别好。 杨子虽然一直在拍戏,可是在《亲爱的热爱的》之后,作品就一直挺一般的,而且拍完的电视剧,也是各种问题,之前的《余生请多指教》都是大家非常看好。 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播出,后来的《青三行》就更不要说了,还不知道有没有播出的可能性。 再就是陈香如谢还是替补的,感觉最大希望的,还是跟景百然合作的女心理师。 而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,杨子终于有新剧播出了,不是《余生》,而是有可能拿奖的她。 景百然虽然人气稍差了些,但是盛在演技不错,为人低调不作妖,也是最有可能拿奖的一部作品。 因为各方面原因,杨子今年最有可能播出的电视剧就是《女心理师》了,而且级数还增加了三集,而有消息称这部剧将在8月下旬播出,大家期待吗? 拍照 您文费中的舞台 您看完结婚的时刻。 您响耳心。 您看完结婚的结婚。 您看完结婚了 feels就像我的学美国人庆岛。